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78年前的今天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随之胜利结束 铭记历史 面怀先烈 全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举办了抗战诗文朗诵等活动 进茶季画报摄影文献展也对市民开放 记者在进茶季画报摄影文献展中看到 一幅幅历史照片 结合画报社成员后代保存的珍贵实物 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等 在展馆内综合展示 让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触摸那段历史 此外 在主展厅 已经展览八年的 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 仍然是抗战馆中参观人数最多的展览 在江西九江德安县 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 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瞻仰为抗日战争英勇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 大家庄严宣誓 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革命老区赫州新国县惠昌县等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 静校园系列活动持续开展 师生们通过主题班会 朗诵诗歌 红歌传唱等活动 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 在革命老区山西长治五香县 当地中学生来到五香县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广场 在八路军抗战纪念碑前 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深刻缅怀革命烈士的不朽功绩 表达无限追思 随后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大家来到纪念馆中 师生们认真观看了 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照片 和一个个详实的历史文献 重温了革命先烈 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 不怕牺牲前赴后继 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